總統蔡英文520之後 第一個週末行程 就是到南投縣出席 中章投秒的高階主管共事營 蔡英文強調 政府不分中央跟地方 在區域治理中也不分藍綠 要互相分享資源 四個縣市首長 藍綠各半都有出席 蔡英文還是希望 在推動區域治理 可以不分藍綠 中央也不會讓地方政府 來孤軍奮戰 而蔡英文還特別在台上 點名內政部長葉俊榮 還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施能傑 不不要全力推動 讓區域治理模式成熟 帶動中部的地區發展